HELLO NEO新聞的讀者們大家好 我是安琪 應該大家都有看最近非常流行的精密書為何那樣 感受到副會長滿滿的帥氣光芒 今天NEO穿單要教大家如何從菜鳥新鮮人 一路邁向資深主管的服裝 值得投資的單品一致推薦給你喔 剛出社會進到公司時懵懵懂懂 收入又不高 衣服種類也不多 建議可以投資簡單又素養的單品 除了好搭配外看起來也無害 比較不容易被牢鳥討厭喔 慢慢的對工作架輕就熟後 穿著必須更加精準到位 建議投資不同款式的襯衫搭配宅裙 或是版型教育體的褲裝 除了看起來更專業外還能提升女人味 說不定桃花就這樣來囉 這也是劇中君密書最常見的穿搭look 升職成高階主管後 穿著必須更加幹練及霸氣 整套的套裝跟洋裝絕對是聳選 不但只敢三級跳 煩麻的工作業務也可以省去不少搭配的時間喔 看完是不是覺得不過上個班 竟然會有這麼大的差異呢 其實只要好好打理好自己 不但增加工作效率外 說不定副會長就能因此到手 好